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私隐查清楚了吗 是先天性心脏病 还是耿祖性睡眠呼吸暂停啊 都不是 那死亡原因怎么写 你最初的诊断是正确的 孩子的妈妈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睡着了 无意当中憋死了自己的孩子 真正死应查清楚了 你去跟孩子的妈妈说明原因吧 所以这个孩子啊 我来帮你放生吧 小二三 我来帮你出道伴 我去吃点 乡没有 你开心的 是吧 你开心的 让人开心啊 你不开心啊 你开心了 你开心了 你开心啊 你开心嘛 姿劲 我开心的 我急诊病人 好 说了吧 没有 还是把真相告诉他吧 迟早得说 那我去说 关大夫 沈飞女士 是这样的 你的孩子 你这孩子得的是一种 肛阻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症的病 你说什么 简单说吧 这孩子的呼吸系统 鲜甜有问题 不幸的是 他发病的时候 恰好被你搂在怀里的 不是我把他捂死的 不是 不是我吴死龙儿子 我 坐下 我四十二岁好不容易有一个孩子 做梦都想听他叫我一声妈妈 我都没有来得及等到听他叫我妈妈 你 我没得及 儿子 妈 不知道您有病吗 妈 对不起你 上完了 我只是想减轻一点她的痛苦 其实很简单 一句善意的谎言就够了 谢谢 是你 你救了这个孩子母亲的命 谢谢 怎么不好呀 从房上摔下来了 然后在我们医院治了好几天 也没治好 这不转到你们这儿来了吗 血压一百零一八十 新日一百零三 呼吸二十一 体温三十七度二 你父亲还有什么不好啊 他他有糖尿病十多年了 再有还有腰不太好 再就是这腿了 这不这么多天也没吃好吗 查个全血离子干涨不能 全血离子干涨不能 快速测个血糖 然后流便送检 同房宁希娜皮试 快速血糖 流便送检 同房宁希娜皮试 小剑 给她安排一个长毛的新垫头 然后通知骨骼会诊 好 晓晓 开放一个静脉通路 一百生理盐水 静力静脉通路 盐水一百 好 好的 好 好 这是口服的褪伤药和香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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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口服的褪伤药和香蕴药 这是口服的褪伤药和香蕴药 还有不用打点滴吗 别动不动打点滴 打点滴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骨科的会诊结果 患者胃中的病情跟你开始诊断的一样 腰椎压缩性骨折合并细部擦伤 失望 胃中的病情恶化了 继续使用抗生素 她糖天背很多年了 伤口很难愈合 肖像这层又干光了 你们都在呢 苏大夫 苏大夫 出大事了 不是已经都知道了吗 不是 是汪小韩 他被记者叫走了 记者还没走啊 这关带我刚是挡了一挡 估计没起什么作用 那记者还在那儿找突破口呢 天天就抓了个嘴上没把门的你说 我看是来者不善 你们没看出来呀 他一开始就订车主任的位置了 就他那德行 还能干什么 我估计早就把骆主任彻底地重来了 没错 看见他们去哪儿了吗 出去了 还没回来 这次采访呢 咱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王医生 谢谢您 期待有机会再次采访给你 谢谢王医生 那我走了啊 再见 汪大夫 你跟那个记者都说什么了 说了我该说的话 做人可以有个性 但是不能没有原则 什么意思 你先说吧 你最好离那些记者远一点 你一直在跟踪我呢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我的意思是说 那些记者或者新闻媒体的报道 有的时候会激化一环矛盾 有这么严重 有人说你们的谈话涉及到陆主任 我明白了 你也跟他们一样 认为我在出卖路 行吗 您可以解释 我不想解释 也不想争执 先把周明川的死因查清楚 再说 你到底跟那个记者 我说了 我只是说了我该说的话 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可是我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的 时间上有这种人存在吗 怕是又要出乱子了 是啊 泽民川的死牵扯到了落者 应该查清楚 虽然已经超出了医学本身的反差 只要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说得好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也不知道张院长他们 从监控录像当中 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这样 主任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主任 我还小呢 我今天刚毕业 这事对我来说太大了 我真的承受不住啊 主任 这事你能不跟我爸说吗 我不想惹他生气 我向您保证 我下次一定注意 我求听您跟他们说一下吧 我求您了 主任 您自己心里也知道 昨天晚上 是您没有写遗嘱 主任 您怎么不说话呀 我还以为您会说 这是您的病人 一切您负责 主任 这样能动吗 他 他 他 大夫 大夫 你快看看 我爸不行了 你看看他拉肚子了 他拉肚子有什么 大人就脚过来了 一个多月了 他这一个小时拉十七次了 大夫的脖子还歪着呢 大姐 你这脖子头了一个多月了 不是落枕啊 来来来 桃子 带他去把骨髋门诊 骨髋门诊 好好好 我帮您跟我来吧 十七次 对 十七次了 这边 你们自己吃过什么东西没有啊 没有啊 都是医院的东西啊 变胚养血织分析 解放病检查 我给您认识一下啊 我给您认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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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考虑可能是伪魔性肠颜 伪魔性肠颜 伪魔性肠颜 那病死率很高的 化验结果没出来之前 只能凭经验用药了 要进食补业 纠正电影质稳热机 低蛋白血症 有了结果告诉我 没问题 苏大夫请到院长办公室 我去去就来啊 喂 关大夫啊 他好像我没看见他 你电话 他在哪儿 谁啊 苏大夫 我接电话 喂 苏立 什么事啊 你在干什么呢 我 我刚才跟汪大夫在一块啊 你跟他在一起干吗呢 查周明川的死因 什么 关记者 你干本就不了解王小韩 知人知病不知心 据说他刚才就跟一个记者 胡说八道了 什么 有这回事 我现在要去见院长了 好自为之啊 小熟的日子 挨骂了吧 树呆子 你才呆子呢 汪大夫 看见汪大夫往哪边去了 那个聪明人啊 往那个监控室那边去了 洛主任的仪式英明 马上捐毁在你们俩手里 好 走 引流管堵塞 造成患者死亡 我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你说这个老洛 他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据说啊 昨天晚上并不是老洛之班 可是他为了周明川没回家 一直就在这儿守着 那 那就更不应该了 对啊 可是 可是什么 昨天晚上那个值班护士康晨啊 他的父亲就是康世贤 康处长的女儿在咱们这儿当护士 没错 本来啊 康处是想送他出国留学来着 可是这孩子呢 非得要当护士 他就觉着这个职业吧 特别崇高 特别伟大 您瞧这境界还挺高 请进 院长 主任 周明川的法医件的结果出来了 死者周明川性别男年龄四十二岁 直接死亡原因是心脏猝死 胸腔引流管堵塞 不足以造成患者死亡 引流管堵塞不足以造成死亡 医护人员难得干系 引流管堵塞 属于护理差错 医护人员难得干系 必须严肃处理 通知死者家属吧 等一下 还有啊 一定不能对媒体封策消息 一定要实事求是 千万不能弄虚作假 明白 苏医生 苏医生您好 我又来了 苏医生您怎么了 怎么这么严肃啊 你还是为了周明川的强劲手术啊 我刚才听说医院的领导都来了 咱们医院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您得透露点消息呗 对不起 我很忙 那您知道那汪小韩医生在哪儿吗 您找他干什么 他这个人啊 对我们媒体很尊重 我想再跟他聊聊 他跟你聊过了 是啊 我跟他了解一下周明川手术的情况 他到底胡说些什么呀 没有啊 他只是说啊 周明川的抢救手术啊 难度非常大 情况又比较负责 你们已经全力抢救了 但是呢 患者愈后情况复杂多变 劝我务必要谨慎处 谨慎报道 没别的了 苏医生 您怎么这么看着我啊 难道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那个 没有 你 王医生说得对 他正在忙 你要是想找他聊 你就再等他一会儿 好的 行 没关系 我等 再见 苏医生 昨天晚上值班的护士是康臣 康臣 康臣 不管是谁 出了失误就要负责任 如果是我的女儿失误 一样要处理 进来 院长您找我 啊 苏大夫 来 这是康世贤康处长 苏黎医生 苏大夫 我们需要全面了解 患者周明川的手术 以及预后情况 希望配合 当然 应该的 哦 骆主任 您来得正好 您给他介绍介绍 不用查了 这是我的病人 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因为我年纪大了 忘了写医处 造成了引流管的失误 老陆 现在还在调查阶段 不要忙着表态嘛 张院长 基本上可以确定人 是无责任人了 哦 责任人是怎么确定的 我们看了监控录像 这是视频的截图 这能说明什么 是这样 按常规呢 每两小时检查一次引流管 事发前 当天的凌晨两点三十分 值班护士康晨换过一次 但是在四点十六分 当他再一次进入周明川 所在的厕所以后 并没有留在那儿 而是在后门接听电话 一直到四点四十分他才回来 所以我们认为 在这段期间内 他忘记了检查引流管 这只是你的推论 所以啊 我们想请值班护士康晨 当面把事情经过说明一下 好 好吧 把护士长和康晨叫来吧 喂 急救中心 是三十四个孩子 食物中毒的事吧 没问题 我们这儿都已经安排好了 不来了呀 好的吧 好 拜拜 整了 嗨 华盛幼儿园 三十四个食物中毒的孩子 跟我这儿热热半天 水又来又不来了现在 去别的医院了 是不是知道咱们医院 出了医疗事故 不敢来了呀 也没那么快吧 我也没见微博上有爆料啊 还有威胁论坛 一说医院出事故 会不得消息就满天飞 得得得 我让我上市故 下市故 来 喂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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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长 叫你去员办呢 啥 小晨 你是不是昨天在ICU打过手机呀 你看看 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 回答问题 医院没有规定吗 那里不准打手机 跟我男朋友吵架 那吵架以后呢 说话呀 这是我做错了 是我让陆主任出去的 我知道ICU不能打电话 所以我就到走廊去 跟我男朋友打电话 我没想到时间会这么长 一打差我就把一流管的事给忘了 爸 我下次再也不会了 爸 我喜欢当护士 我想当护士 我求求你们打架了 再给我一次集合 我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 爸 爸 各位 这次事故由我负全部责任 主任 根据法医鉴定结果 周明川死于心脏猝死 引流管阻塞不足以造成患者死亡 但仍然属于严重的护理差错 我向你们大家宣布 我向你们大家宣布一个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医疗差错的主要责任人是职办护士康陈 护士康陈 严重违规 在ICU里长时间的接打电话 事后又忘记清理引流管理的阻塞物 没有及时的向医生汇报 急救中心主任陆一和 虽然为了观察周明川手术的预后 决定亲自职业班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疏忽 应该负领导责任 经研究决定如下 一 解除护士康陈 与附属医院急救中心的楼河棠 我说两句 我这人说话直不太好听啊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护士越来越难招了 但凡家庭条件好点的 谁愿意把自己孩子 送到这来伺候人啊 以康陈的条件 完全可以不干这个 可是这孩子 对这份工作有信仰 有热情 他选择了这份工作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不能一肝子全都打死 我看 还是执行院里的处理意见吧 你让我把话说完 如果康陈这么喜欢当护士 现在医院的高干病房正在招聘 他可以重新应聘考试 继续担任护理工作 我不要 领导 领导 你这样安排把我的热情都弄没了 我热情都没有了 我还怎么工作啊 我知道这次事故我有责任 你们大家都不用为难 我不干了 来 看着 第二 护士长刘亚平 既过一次 降一级工资 第三 第二附属医院急救中心主任 落一合 停职查看 处分决定报上级领导批准 急救中心主任这个位置 暂时由苏丽医生担任 我不同意 这很明显是一个医疗差错 该处理谁就处理谁 落主任是无辜的 现在很多医生专家都跳槽了 落主任还在这儿 他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岗位上坚持 为什么 因为他对咱们医院有感情 对急救中心有责任 对这些患者有爱心 落主任一生就治过上千个病人 是 他现在拿不动手术刀了 可是很多患者信任他这样的专家 没 没错 我是落主任的学生 也许你们认为我今天所说的 出于自私狭隘的私人感情 我只是希望你们大家 客观公正地看待这次差错 活的话完了 活的话完了 朱大夫 你今天的情绪有些激动吗 我觉得你刚才的慷慨沉思 太感情有势了 我也是落主任的学生 我也不希望看到他受处分 但是没办法 出了这么大的事 无论谁坐在主任这个位置上 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心里都明白 你们说得没错 我刚才是有些冲动 其实我今天一边说 一边有些后悔 毕竟是死了人 我们心里都很难过的 可是我 可是太冲动了 汪医生 您好 对不起 打扰一下啊 您忙完了吗 我想对您进行一下采访 占用您五分钟时间就行 您看啊 您等等 有时间 走 好 谢谢啊 其实我今天 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冲动 就说了那么多话 我主要觉得落主任他 落主任最近有点 我去看看他 主任 您确定没事儿 没事 我没事 放心吧 也许我到了您这个年纪 手术都做不了了 这么多年 你就是不会安慰病人 不过呢 我确定 您一定会是一个 比我更好的急诊医生 一定不是一个 比您更好的 急诊中心主任 真的 落主任 主任这个位置我坐不了 您再考虑一个候选吧 进来 进来 主任 苏大夫 您还是来看一下吧 都过了两个多小时了 患者胃中的腹蟹 越来越厉害 现在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喂 我关记住 苏文 怎么 他刚才开会了 应该是把手机关了吧 什么事儿啊 你 你别着急啊 我马上过去啊 好好好 患者胃中的检查结果 都出来了 全结肠轰动迷险 弥漫性分布前保性迷烂 回肠半和回肠末端 也有明显的浓肿和溃疡 怎么会这样 变品痒的结果是 葡萄牙甲细菌酿母 怎么情况 哦 把这儿停留所有抗生素 您的意思是 抗生素用太多了 就是因为他伤口一直不愈合 县医院紧张了 给他用了各种抗生素 导致他肠道菌群失调了 执行洛主任医处 停留所有抗生素 口风风高作 继续补加补烟 收到 苏立 苏立 快 你妈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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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好好的啊 行了 别送了 路上小心点啊 慢点啊 拜拜 拜拜 回去吧 你来送我啊 这儿你半天也不说话 我就想看看 你有没有这口福 你要能看见我呢 我就请你吃饭 双桥那边开了家 贵州酸汤与火锅 女孩喝了酸汤 可美容养颜 周末 周末咱俩一块儿去 你这话听着 怎么这么耳熟啊 你现在不是结婚了吗 你说我没事 结什么婚呢我 康儿 你是个好姑娘 不想当护士的姑娘 不是好姑娘 行了行了 你别在这儿跟我贫这个了 你现在顶那个雷 也不是一般男人能够扛得住的 接下来够你手 嫂子那头要是有什么事你就尽管跟我说啊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照顾别的 大夫 您快给看看 我老伴吃药的时候把假牙卡嗓子里了 今天呢 他就让人都憋疼 心疼 疼起来呀 连觉都睡不着 这 我我我让他吃药 他死活不吃啊 来 一 二 三 小心 今天这五十万病了 我赶紧给他塞了十粒塑效救心丸 心电监护 这 这这一紧张劲儿实大了 谁着急 一口水 把假牙卡嗓子里了 你是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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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队 他妈以前有心脏病吗 十年前就按个三支架了 张队 啊 一日在吃药啊 就没停过呀 把手电给我 张队 哎呀 你说我多倒霉啊 我脚这么大 你没受过这种委屈 还要出费 还要加工资 为什么一个月我辛辛苦苦的 我就挣这么点钱 还要叫 让不让人活了 全然都让人生气 部长 你往好处想想啊 你说咱那离婚那事 咱不是顺利办下来了吗 哎呀 离婚都是好事了 你说我得多倒霉啊 大爷 好了 记着啊 以后大妈吃药的时候 一定要先这把假牙再 好 我记住了 记住了 做个心电图再测个血压 好 不待会儿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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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你一个人 咱门课刚受了处分 大家心情不好 什么礼物 区市长 想开点 想开点啊 我是想开了 我想好了我这回 我们家希希要是长大了 我才不让当护士呢 这会儿又糟又累 还得挨人欺负 就是嘛 上个礼拜我给人抽血 那大叔跟我说什么 你要是一下扎不中我爸的血管 就给我回家种地去 那根本就不叫个事 我上次给一小孩抽血 那才叫极片 你知道那孩子他妈跟孩子说啥吗 宝宝 我不哭 看 扎疼了吧 那护士一看就不是好人 等抽完血啊 马上就让人揍他 听完我这个别扭啊 我都说了 人家都说下辈子投胎绝对不能做护士 要我说 下辈子投胎都让他们干护士 投胎可是个技术活 谁投得准 你们不是安慰我吗 怎么成了你们的送护大会了 我妈妈她有脑退化症 她说白了就是老年痴呆 我妈妈她有脑退化症 说白了就是老年痴呆 我今天早上班的时候她还在家呢 是 啊 啊 哎 哦 好好 是这样 好好 谢谢啊 你妈是忍不住带着信息联络卡吗 上面地址 电话都有 别着急啊 我的妈 我能不急吗